玩小鸡闯入诈骗园区拍摄造假影片 但其实一行人原本要到金边一间医院拍摄 但看警后发现和照片不符 再度前往废弃酒店无法拍摄 最后不得已才前往西港拍摄 还在途中到市区购买拍摄道具 柬埔寨警方起出厚厚一叠剧本 这套拍摄剧本早在台湾就写好 我这边稍微有点危险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火光很危险 我今天有在上课 玩小鸡过去还曾在台中民宅烧纸钱 自称要超度凶宅亡灵哀告 穷为了冲高流量 警方查获的物证里 还有要拍摄业配的泡面 假枪鬼面具 想为自己冲流量反售商品 有网友分享订阅玩小鸡YouTube频道 一般会员每月75元 最高等级更要价1000元 每月收入至少50万起跳 为了赚钱 2020年还在网路上贩售假货 被判处缓刑两年 你会收到一台全配的吹风机 是跟Dyson同工厂生产制造的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原创保护一年 贩售假货吹风机还会冒烟 买家面临吹风机失火的风险 如今铤而走险造假影片 一开拍就被逮捕 如果让他蒙骗过关 可能又要打捞一笔 三星文零售网配话 台北